台湾省人对大陆人的印象 过了几个小时就饿得慌 只能找别人骑着车再送一点饭过来吃吃 你们真的是可怜 你今天还没有吃饭吗 要不要我给你煮两个茶叶蛋 先垫垫肚子 不要不要 因为好多年没有吃过茶叶蛋了 我怕一下子吃进去消化不了 那就麻烦 哦 理解理解 你那边去赶紧买菜 都是骑马坐马车是吗 骑马 坐马车 像这么奢侈的交通工具 那是有钱人才做的 像我们这种普通人 我们一般都是骑电驴出去 因为路上车太堵了 你们那边还堵车 怎么可能路都被马车和自行车堵了吗 我这样跟你说吧 我们那边现在满大街都是轿车 有在天上跑的 有在地下跑的 哈哈哈哈 你们连榨菜都吃不起 怎么可能满大街的轿车 不承认你们穷没关系 但是你不要吹牛 我们在这边每天都有在看电视的 你们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 好吧 你要是这样认为我也没办法 就算我吹牛逼吧 看来你们的井口太小了 还有你们 哈哈哈 哈哈哈哈